字幕提供 只是它是一個動向的爬格子 所以我們先從第一弦第一個開始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我們每一根手指壓完之後是沒有放開來的 這個練習主要是訓練你每根手指的獨立性 記得一次只能移動一根手指 其他沒動的手指要壓在原本的弦上面 我們現在換第二弦 注意一次只動一根手指 接下來第二個練習是針對無名指跟小指 你道不足的同學所設計的 這邊我們讓食指跟中指壓在第一弦的第五跟第六格 我要去動我的無名指跟小指 讓它像走路一樣 輪流從第一弦第二弦第三弦第四弦這樣子 好上下的交替 OK那你要注意你的食指跟中指在無名指小指運動的時候 是不要抬起來的 當然我們也可以反過來 小指先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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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個齁 下面一個練習是想要針對想要挑戰一階速度的同學所設計的 那我們在彈音階的時候 絕大多數我們的指行在一根弦上面 都是十指中指小指 或者是十指無名指小指這樣子的指行去組合起來 那所以這邊針對這樣一弦三個音的指行 我們特別做練習 那這裡十指我們從第一弦第五格開始 下一個音 第一弦第八格 小指 再來 無名指第七格 再來 十指 好結起來四格音 好 再來第二拍 十指往前到第一弦第四格 然後再來小指第七格 中指第五格 十指第四格 把這兩拍串起來就是 後面兩拍就延續前面兩拍一樣的動作 這樣子你就把我們一弦三個音的指行都練習到了 好 好 那你也可以順便用破音去練習你的消音啊 接下來我們要練習的是蜘蛛爬行 那這個練習是所有知名的吉他手都推薦的一個磁琴練習 首先啊 十指先幫我放在第六弦的第五格 再來 中指 壓在第五弦的第六格 那這時候我的右手就做上過的動作喔 再來 無名指 第六弦的第七格 再來 小指 第五弦的第八格 好 這時候動作就變成了 第五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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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接下來會像 屬於一個比較干擾式的訓練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開始換弦了 好 再來下弦的部分 我們就從第一弦開始 1 2 1 2 2 1 2 1 2 3 3 2 3 2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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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新手朋友 對於這個磁型練習速度如果跟不上的話 可以再放慢一些 或者你可以先試著不用對節拍器 如果你已經熟練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練習 讓它的難度再提高一點點 例如說從第六弦 換第四弦 然後回到沒有 再回到四 再來四 六 四 六 六 這樣子的練習 那當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設計你的練習啊 例如說你可以跨兩根弦三根弦甚至從第六弦跨到第一弦的練習都是ok的 那這個蜘蛛爬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讓你的左右手協調性可以提升 左手也有拉筋的效果 那我們知道要彈得穩甚至彈得快 其實肌耐力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最後一個練習圓滑咒就是去訓練你的手指的耐度程度 我們先從第一弦的第五格開始 好十指拖完之後呢 我的無名指去錘第七格 再來小指錘第八格 再來小指勾弦勾回第七 無名指再勾回原本的第五 讓這個五連音全部都是用圓滑奏達成的 記得右手指劈挺筆一下而已 再來十指移到第七格 接下來下面的整個執行我們就去彈A小調音階 第三格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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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但是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动作已经稍微熟练的话 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挑战 我们右手全部都不要picking 你在换音的时候 直接用滑的方式去换到下一个马位 快点好了 以上的五个练习 我们都有慢跟快的范例 大家可以先挑战从慢的速度开始 快的速度你就把它当成你的目标吧 我知道练习速度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 大家一定要保持自己的恒心有毅力才有办法达成啊 以上就是五个我推荐的吉他运质练习 如果对于今天的内容任何疑问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会尽力为大家解答哦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给你所有喜欢其他的朋友 我们下次见哦 乐吉他下课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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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们的这些下课咯 乐吉他在课咯